海黎家族的小伙伴们 东京奥运会结束了 关于奥运会我们知道多少呢 那么在奥运会期间 每一位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和他们的奥运精神 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就跟随600国际台 海黎家族主播舒菲的讲解 一起来了解奥运会的中英双语吧 有请舒菲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跟着海黎学英语 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高舒菲 大家也最近观看奥运会了吗 精彩的比赛让人激动万分 那么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关于奥运会的英文吧 奥运会叫Olympic Games Olympic Games Olympic就是奥运匹克的意思 奥运匹克的格言是 更快 更高 更强 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奥运会是国际体育比赛 The Olympic Games are international sports games 今年的奥运会是在日本东京举办的 This year's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in Tokyo, Japan 运动员叫athlete 奥运奖牌叫Olympic medals Olympic medals include gold medal, super medal and bronze medal 奥运奖牌包括金牌,银牌和铜牌 在这次奥运会中,美国和中国取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 加拿大女卓在比赛中获得了金牌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足球的英文吧 足球比赛叫Sucker Game 文员叫Go Keeper 球叫Go Go Go 你好 以上就是这一期 根据海黎学英语的全部内容了 在这里我要祝贺那些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好了 感谢收看这期的海鸭家族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